大的黃翔回復 媽媽睡覺雙腳發揚 有可能是不凝腿症 懷石演藝圈有一個很厲害的 高齡財富叫丁寧 他之前生的第三代 他要來我們節目 對啊 可是他之前 他說他懷孕的時候 他說我有一個症狀 我說怎麼 他說他就是半夜沒有辦法 睡覺很躁動 然後他就說 他去問醫生 醫生說 不凝腿症後腺 那是什麼東西 不明思議就是 為什麼 那他們會覺得 只要一靜下來 他就覺得有搔癢的感覺 對啊 或者是感覺裡面刺刺的 麻麻的 就是那個感覺 也每個人都有不一樣 但是他覺得動一動 就會比較舒服 可是這個動一動動一動 就有可能會干擾睡眠 因為我快睡著 可是我睡覺的時候 總不能一直動嘛 對 所以當我不動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麻麻的 然後我動一動之後 我又醒了 醒了之後 快睡著又覺得麻麻的 又動一動就醒了 其實會干擾睡眠 目前其實有的時候 找不到原因有些找不到 所以這個疾病 其實還滿廣泛的 有些人後來發現是 有些人是 就各式各樣的不同的疾病 都有可能會造成 這種不明腿症後腺 可是也有一些人不明腿 就是他都沒有上述的疾病 你就找不到原因 然後可能是基因遺傳 你知道有一個研究告訴我們 小時候容易生長痛的小孩 長大以後 不明腿症後腺機率就會增加 所以這兩個疾病 可能有某種程度的相關聯 他跟情緒 跟他的神經的這種感覺 大腦的戒毒 是有點關聯的 Anyway 反正如果你找不到原因 你就找醫生 神經科醫生 他會幫你找出 可能可解決的 那就算是不能解決 但至少你有一些藥物 可以緩解你的症狀 讓你晚上睡好一點 那樣子耶 那樣子耶 by bwd6